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在台湾选举之后 解放军恢复了在该岛附近的常规军事活动 被困在有争议的电车项目中 中国城市的白项工程被点名批评 马尔代夫发出向中国倾斜的信号 美国如何摆脱电动汽车充电困境 俄罗斯原油流量无视红海混乱 超过OPEC加目标 请大家收看 在台湾选举之后 解放军恢复了在该岛附近的常规军事活动 南华早报 在台湾总统选举期间 解放军暂时停止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 但是选举结束后 解放军又恢复了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 截至周二上午6点 解放军飞机在24小时内共进行了15次飞行 这是过去5天中最多的一次 北京方面几乎每天都派遣战斗机 无人机和军舰靠近台湾 但在上周六 新独立的赖清德赢得选举时 北京方面没有这样做 赖清德的胜选引发了与北京方面关系恶化的担忧 北京方面将台湾视为一个应该与大陆统一的分离省份 被困在有争议的电车项目中 中国城市的白项工程被点名批评 南华早报 中国天水市因在一项面临延误和资金流问题的轻轨系统上 过度支出而受到批评 该市筹集了90亿元人民币13亿美元用于资助该项目 但自2020年5月开始运营以来一直饱受问题困扰 油轨电车线路的第一阶段每年收入160万元人民币 但运营成本却达到了每年4000万元人民币 第二阶段于2020年11月开始 但由于资金流问题而延误 导致交通拥堵并给居民带来不便 马尔代夫发出向中国倾斜的信号 外交官 马尔代夫总统最近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标志着该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 明显倾向于北京 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 穆一组Mohammed Muizzi表示 将坚定地致力于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并宣布中国将成为马尔代夫最亲密的发展伙伴 他还承诺实施自由贸易协定 并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这次访问正值印度的担忧不断升级之际 印度认为与马尔代夫保持距离 然而 马尔代夫意识到 他不能完全疏远印度或中国 需要在两国之间保持平衡 虽然马尔代夫的外交政策 经常受到民族主义言论的驱动 但该国严重依赖印度的进口 并持有大部分外债 马尔代夫再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印度的紧张关系的情况下 还能维持多久的转向中国还有待观察 美国如何摆脱电动汽车充电困境 彭博社 美国在电动汽车EV充电基础设施方面落后于欧洲和中国 2023年的安装量下降了近三分之一 缺乏联邦资金和特斯拉的主导地位被认为是主要因素 然而 正在取得进展 上周拨款6万2300万美元 用于建造7500个电动汽车充电器 预计未来市场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数十家新公司进入该行业 俄罗斯原油流量无视红海混乱 超过OPAT加目标 彭博社 尽管最近南红海航运遭受袭击 但俄罗斯的海上原油出口仍在增加 在截至1月14日的四周内 俄罗斯港口每天出口了大约343万桶原油 比截至1月7日的时期增加了9.4万桶 更具波动性的每周平均值上升了16.6万桶 达到345万桶 仍然不到莫斯科承诺给其欧佩克加伙伴的2024年第一季度减产的一半 俄罗斯表示将在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少石油出口 将原油出口减少30万桶 日并将精炼产品纳入其中 使减产量达到每日50万桶以下 低于5月至6月的平均水平 然而 俄罗斯似乎仍然难以销售其SOCO原油 有16艘邮轮上装载了超过1100万桶原油 但似乎没有前往任何地方 另外 还有10艘装载了SOCO原油的邮轮 通过韩国釜山港进行了船对船的转运 但他们也没有显示出前往指定目的地的迹象 习近平希望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 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 彭博社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了强势货币的重要性 他旨在使中国成为一个金融强国 提升人民币的全球地位 他强调 一个金融强国应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 强势货币 中央银行 金融机构 监管机制和人才 习近平敦促官员们推动高质量的金融发展 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 他还强调了 中国和海外市场需要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 同时要谨慎管理国内金融业的开放 中国一直在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并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人民币在11月份超过日元 成为国际支付中占比第四大的货币 中国今年春节期间创下了创纪录的90亿次旅行 彭博社 中国正在为农历新年假期的旅行炒作准备 预计在40天的假期期间将有约91次旅行 自驾车将是最受欢迎的交通方式 预计将有72亿次自驾旅行 中国的铁路系统也预计将有4.8亿人次乘客出行 比2023年增长38% 比2019年增长18% 当局承诺在假期高峰期间采取措施确保安全 包括对重要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安全检查 以及对车辆和交通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 只是违规导致中国企业在印尼的工厂发生致命火灾 南华早报 印度尼西亚政府表示 有强烈迹象表明 一起违反安全程序的事件导致了苏拉威西岛一家涅野链厂的火灾 造成21名工人死亡 这起火灾发生在12月24日 地点位于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的青山不锈钢印尼公司设施内 该园区是印尼最大的涅产业中心 该报告称 这起事件显示了印尼涅产业扩张所伴随的隐藏成本 中国对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做出回应 外交官 中国对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做出了谨慎和克制的回应 反映出其经济和地缘政治考虑 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 中国对海上贸易有着重要的战略利益 然而北京方面的回应缺乏明显的谴责或实质性的军事介入 中国的谨慎态度是基于其经济计算 因为迄今为止 袭击对其贸易的影响是可控的 经济成本效益计算表明 航运成本和保险费的增加 尚未达到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水平 尽管红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对全球油价产生了上升压力 但这不太可能对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地缘政治动态和与美国的竞争也影响着中国的立场 北京方面更倾向于避免明确的宣誓立场 并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接受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具体行动 此外 中国在军事和政治干预以及对胡塞武装和伊朗施加影响方面的能力有限 与美国联手对抗胡塞武装也将与中国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努力相矛盾 因此 中国对红海危机的回应反映了其谨慎的态度 受到经济和地缘政治考虑的驱动 随着中国经济放缓 非洲正处于关键时刻 南华早报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非洲需要实现贸易关系的多样化 并巩固与美国等其他全球伙伴的现有伙伴关系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 但随着中国对非洲贷款的减少 非洲大陆必须找到支持自身发展的方法 这可能涉及在自然资源之外 推广范围更广的可贸易商品 以增加商业机会 此外 非洲需要专注于促进非洲内部贸易 以减少对外部全球市场的依赖 并鼓励农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多样化 中国股买家利用全球股供应过剩挑战定价 彭博社 受到股市场低迷打击的中国电池行业 正在推动金属定价方式的改变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的股矿开采热潮 导致产量增长速度快于需求 导致价格下跌 据匿名消息人士透露 洛阳木业集团和欧亚资源集团 是全球最大的两家股生产商 已同意以中国当地的硫酸股价格 出售更多材料 这可能导致数十年来对金链古金属的定价 即将结束 中国平安银行在资金支持名单中 列出了41家内地开发商的名字 南华早报 平安银行已将41家开发商 列入其获得资金支持的房地产公司名单 此举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不佳消息 此举是在最近一次年度政府经济会议上 官员们设定了支持房地产市场的任务之后采取的 当局还要求地方政府更好的支持开发商的融资需求 包括起草资金支持资格的项目清单 平安银行的名单包括国有企业保利地产集团和北京城建集团 以及民营企业龙湖集团 中国万科和金地集团 拜登政府希望芯片能为其选举年提供助力 华盛顿邮报 拜登政府最近启动了一项5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 名为美国芯片计划 旨在促进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在宣布成立一个与国防部有联系的国家非盈利半导体研究中心后 预计国家半导体技术推进中心NATCAST将任命迪尔德 汉福德为首任首席执行官 该中心的使命是确保美国在下一代芯片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同时防止中国赶超 美国此前组建类似团体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智能手机价格战中加深了参与 通过广泛降价iPhone 南华早报 苹果公司加大了与中国内地竞争对手的价格战 已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取得优势 中国电商巨头京东商城对最新款iPhone15 提供高达800元和112美元的折扣 而苹果公司则在一系列机型上降价高达500元 这些折扣出现的同时 包括小米和荣耀在内的中国智能手机厂商 也降低了其安卓机型的价格 根据杰富瑞的数据 今年年初 苹果在中国的iPhone销量同比下降了30% 去年在中国内地的总销量较2022年下降了3% 优衣库起诉Shan 称其抄袭了一款热销包包 BBC 优衣库在东京对中国快时尚品牌Shan提起了法律诉讼 指控其销售其热门的Mary Poppins肩包的复制品 优衣库声称Shan的包包与其自己的包包非常相似 可能会损害品牌声誉 优衣库要求Shan立即停止销售该包包并寻求赔偿 这款包包在网上非常受欢迎 TikTok上的视频显示用户将各种物品放入其中 Shan成立于2008年的中国 因其低价和被指控复制小型企业产品而面临争议 澳大利亚利托Rio Tinto认为 随着同订单增加 中国推动了铁矿石需求 南华早报 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商利托预计 由于刺激措施的增加 中国经济今年将逐步复苏 该公司看到了中国经济企稳的迹象 这得益于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支出的增加 然而利托预计房地产行业将保持疲软 复苏将在今年下半年加重 今年迄今 铁矿石价格下跌了8% 原因是担心中国需求低迷和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 利托预计到2050年 尽管中国的铁矿石消费量达到峰值 但全球铁矿石需求将增长近四分之一 中国召见菲律宾外交官就台湾问题进行交涉 德国之声 中国在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 马克思二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选举后 召见了菲律宾大使 北京方面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对赖清德并不支持 马克思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一份声明中 祝贺赖清德 并表示期待密切合作和加强互利利益 这激怒了北京方面 他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并誓言必要时用武力夺回这个自治岛屿的控制权 中国考虑再推出1.39万亿元特别债券以刺激经济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正在考虑根据特殊主权债券计划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和1,390亿美元的新债 用于资助与食品、能源、供应链和城市化相关的项目 这将是过去26年来仅有的第四次发行此类债券 此举是习近平总统政府努力将支出责任从负债累累的地方官员转移到中央当局 以支持经济的一部分该经济正面临通缩压力、房地产危机和国内需求疲软的困境 美国不会从世界上撤退 金融时报 这篇文章认为 尽管共和党人在Retorate上声称自己是孤立主义者 但由于他们对商业的关注和物质主义的观点 他们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因此他们并不是孤立主义者 作者认为 认为美国是孤立主义者的观点是一个误解 过去80年来 美国一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力量 文章得出结论 孤立主义这个词并不适用于共和党人 而其他国家 如欧洲和日本 应该被视为比美国更加孤立主义 翘牌同意以13亿美元退出尼日利亚业务 此前已经经营了60多年 金融时报 翘牌已同意将其在尼日利亚的陆上石油生产业务 以至少13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给一家由当地和国际公司组成的财团 这次出售标志着翘牌在尼日利亚近100年的历史即将结束 包括埃克森美孚 埃尼 挪威国家石油公司和阿达克斯在内的其他国际石油公司 也宣布了出售尼日利亚陆上资产的交易 原因是在尼日利亚三角洲地区运营的困难 翘牌将继续在尼日利亚投资 重点放在深水石油业务和综合天然气业务上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 今天我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从解放军恢复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 到中国城市的白象工程被点名批评 再到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外交关系转变等等 现在让我来给你们进一步分析这些新闻 首先解放军在台湾选举结束后 恢复了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 这表明北京方面对台湾的关注和紧张情绪 我认为这是因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 使中国对台湾的统一目标面临更大的压力 不过我们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情况的发展 其次 中国的白象工程在天水市遇到了困境 这个项目的运营成本高 收入低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便 这反映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面临的挑战 需要更好的管理资金和项目计划 此外 中国与马尔代夫的外交关系有所转变 马尔代夫总统表示将加强与中国的双边关系 并宣布中国将成为马尔代夫的最亲密的发展伙伴 这引起了印度的担忧 印度认为与马尔代夫保持距离 对于马尔代夫来说 他需要在中印之间保持平衡 以确保自身的利益 另外 美国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方面 落后于欧洲和中国 这是一个潜在的挑战 因为电动汽车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然而 最近拨款用于建造7500个电动汽车充电器 显示出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最后 习近平希望通过推动人民币升值 使中国成为金融强国 这反映了中国在金融领域的野心和努力 然而 中国仍然需要面对一些挑战 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 总之 这些新闻反映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和挑战 我们需要关注这些问题的发展 并思考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生活请不吝点赞 订阅咧 订阅咧握曹